今天是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 对于香港抗日战争的认识 除了三年临八个月 你又知道多少呢? 香港原来曾经是 华南地区抗日救亡运动的中心 为了令大众更加了解这段历史 财华会理员门创意馆 举办了抗日战争时期 香港秘密大营救主题展 介绍了当时营救文化界精英的多条路线 这个主题展的名称是香港秘密大营救 其实我们是集中想将1941年 香港淪陷之后 大批的文化精英滞留在香港 我们这个展览主要是 讲了东江游击队 他们如何去拯救他们 我们觉得这一段是值得我们香港人 感到骄傲的历史 希望带给我们港大的香港的市民认识 一个很狂大工程救 很成功救了这么多人的背后 其实有很多人是付出了 救到这批人回去 后来新中国成立以后 全部在我们国家来说 文化界、文艺界、电影界这些 全部都是精英 这些精英都是我们香港人救护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